我們其實中間找了很多不同的人去合作 試一下或是去jam 但一直都未找到一個真正對的 幸好之後就認識到他了 如果都是找不到的話就糟糕了 阿K唱的了 可能是我唱的 那就busty border玩完了 因為阿K其實他擅長唱歌 是的 他的理想是 不過很沒聽就大家見人見識 自己想吧 現在大家可能標籤了我們 我們都是的 但是我們想做的可能更加廣闊 可能多些 有時會有些jazz 有時有些funk 有時可能會有更加多不同的元素 所以其實我們想的focal是可以全能型一點 那整個玩會一件事 可能每首歌都有些不同的感覺的時候 他都可以帶到那個feel出來 而我們反而就偏向 因為我們留下 我們見到我們以前做的歌 其實留下那個位置都是適合女聲 而且偏厚一點 比較肥一點的女聲 就會適合我們的音樂 補充一把聲肥一點 聲肥一點 嘩 你這麼閉嘴的人 最重要是style gap 嘩 說來就話場 其實一開始我就見到一篇報道 就是講關於 有個model 他就是做singer 也同時他是一個planner 就是做一些event的planner 那我就覺得挺特別的 Kate會先看一下 我發現他喜歡的東西 是喜歡尿秀 很喜歡R&B 喜歡有些風的東西 喜歡Erica Badu 喜歡Anderson Park 喜歡的東西跟我們喜歡的東西一樣 我覺得挺特別的 那不如約他上來 踏踏踏踏踏踏 就跟大家說 喂 找到這女孩 不如大家跟我踏踏踏踏踏踏踏 不如Kate幫我開門 他嚇一跳就想走 我發現 拉住他 不要 這是我們 其實一開始都真的沒見過大家 然後就約了出來 就上studio jam 那其實jam 一玩就是玩大家喜歡的歌 其實已經是 用這個music來溝通 已經是大家一拍即合 很開心 還有其實他們 大家全部人的性格都很chill 所以 本身我自己都是這種性格 其實不是很serious那種 所以很開心 真的 無論是音樂方面 和我們私下都是 一拍即合 首先講一下製作過程 其實you don't know me 這首歌 我們只是用了15至30分鐘去製作 這個rough的demo 我們當初打算寫一首歌 即是for first plug 我就打算寫一些有energy 一些 或者是快一點 有些retro味的歌 很快已經 累下了所有 chord 和beat 然後我們就一起jam melody You don't know me 其實大家認識我們的人 還是很少 我們其實是想唱到 全部人都認識我們 所以就用了 You don't know me 來做一個title 而今次呢 因為我們是 第一次做廣東話歌 所以在廣東話的填詞上面 比起我們想像中 我們都 有努力過 但是都不是很好 所以就請了鄭敏 和我們一起 創作在歌詞這個部分 而阿塔 可能和她 會有多些溝通奶 你講一下歌詞的部分 其實今次這首歌 講了我們的音樂底 是怎樣做 其實歌詞 是因為都想帶給大家 一種態度的感覺 其實是想做自己 其實可能中間 歌詞裡面都穿插了 一些男女感情的概念 但都是想保持 好像我們dusty bottle 想帶給大家樂迷 一種態度 做自己的感覺 所以歌詞 都可能會率盛少少 你看K就知道她在做自己 她也說不到 她也說不到 神奇 不如你又說一下 對You don't know me 這首歌有什麼想法 我相信大人弟弟都適合唱 說做自己 但態度這件事 就不是那麼容易被人 被人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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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和舒文合作 最大的得著是 就是在組織上 其實我們是破天荒 用strength 的 因為如果留意 我們去年那四個作品 都未曾出現過任何strength 的樂器 這次我們用了很大量的strength 令到整個歌 聽起來是有grand 和有romantic的感覺 而在編曲的細節上 這次孫文都給予了很多不同的想法 包括每一個系列的轉移 或者是每一些很細節的位置 甚至是一個FX 都是很重要 所以其實這次合作 令到我們獲益良到 唱歌這方面 其實我自己也學了很多東西 因為我之前唱歌 都是唱英文歌為主 這次唱廣東話歌 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所以其實在唱歌咬字 和如何去唱歌的感情 其實是學到很多東西 而且是 舒文是 他帶動我進去 如何去唱這首歌 因為始終你唱一首歌 你要由零到有 要好人擺自己的character 他就是不斷摸索我的性格 摸索我 是應該可以有什麼可塑性 然後大家研究完 再放進這首歌 錄音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上了他的studio 錄 不單止Vocal 錄鼓 錄Bass 都在舒文的studio 那 舒文他的studio 有很多gear 讓我們可以選擇 選擇不同的聲音 可以多給我很多意見 究竟哪一種加哪一種會比較好 未必是最漂亮的聲音 但很適合這首歌 因為我們以前做過 可能都會我們自己想怎樣就怎樣 但是 今次 有了他 其實反而 多了一個角度 去看一首歌 咦 而我們又站後一點 去看看 如果這首歌在這個市場 或者在這件事 究竟又是怎樣 所以令到我們想法的方法 都有點不同了 我想問你 鼓這次有什麼特別 You don't know me 這個鼓 主要都是4-4 和我們想用真鼓的元素 是不是真的在說 對 照出都可以 照出都可以的 對 用真鼓全部都4-4 所以你聽到這首歌 就一直 有些dance beat 這樣的感覺 好像之前 可能我們之前做的作品 可能都會 搭一些Sample 但這次真的沒有 RAW RAW 還有以前我們以前 我們做的鼓的beat 可能都是會 要做一個大的浪 因為我們做慢歌 但這次不是 這次每一個人一聽 就要被他們 因為真鼓就 我相信 數一二三四 大家都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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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